嗨,大家好,我是老编,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下如何利用剪映导出外挂字幕 由于剪映本身不能导出外挂字幕 所以就动手写了一个麦克程序,方便自己导出外挂字幕 通过读取剪映的配置文件,顺利地导出了srt字幕 下载信息我放在视频最后,请各位耐心看完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众所周知,剪映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视频制作工具 用户可以利用它非常快速地制作出想要的视频 特别是它的字幕自动生成非常好用 但是它本身不带srt字幕导出 虽然有windows版的导出工具 但是打开虚拟机太麻烦了 剪映生成字幕非常简单 只要点击识别字幕就可以了 等字幕识别完成后 我们在剪映中进行进一步修正 我这里是在剪映中一步一步进行修正的 大部分情况下 剪映的识别率还是非常高的 字幕修改完成后 打开srt字幕导出工具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新建的项目 点击一下查看文件内容 确定没有问题后点导出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下载目录 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就可以看到内容了 最后说明一下解压密码是edgemac 打开解压的目录 这个文件大小在3.7兆左右 把这个文件拖到应用程序里就可以了 打开应用程序 第一次打开时会有警告对话框 点好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系统编号设置 再打开安全性与隐私 选择人要打开 再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这个工具界面本身非常简单 主要支持解映目前的版本 1.3.5版本 解映1.1.0版本应该也是指示的 通过这个小工具 用户可以利用解映免费的制作srt字幕 外挂srt字幕的好处 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相信经常投稿的各位视频组 也深有体会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小工具 帮助各位更快的生成字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